姐姐今年多大了 三十岁 三十岁 她是先天性的智力障碍是吗 是 那她 也就是说你可能一直就 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她 不是 对于说她以前有过一个 她照过一个人家 之前结过婚 结过几次婚 就结过一次 结过一次婚 她之前找的是一个正常人吗 是正常人 对她好吗 不好 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怎么讲 她为她生了很多娃娃 开穷为之前的那个前夫 生了很多孩子 很多 很多生了几个 七八个 生了七八个 对 为什么会生那么多孩子呢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偏远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很偏远 而且她由她根本就没有 生了娃娃根本就没经过 一晚就是地方上 切过大娘来 就把她结婚就是了 完全就是当成的婚姻一样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当时把她嫁过去以后 他们这些情况 你们娘家人也没有掌握 没有了解对不对 我们刚开始都不清楚 不知道 因为母亲上的娘家 那个时候我们父亲病重 我根本没有能力估计到她 那当时你说这个前夫对她特别不好 她还对她做过些什么呢 她身上打打小小的伤疤 输得输不清 也就是说之前的前夫可能对开穷 会进行家暴 是吗 应该说 神推子约打她 我们看一下她身体上 哪些地方都有伤啊 是都是前夫打的是吗 最后有一个 最后有一个 这个不打 这个脖子这儿 这个伤口还挺长的 是拿什么打的呀 应该是借助了一些 应该是 应该是 消到这些东西 她会这样 这样打她 然后我看她手上 这大大小小的 很多疤痕 还有这儿 还有条这么长的疤 脚是动的 脚是动的 因为她自己不知道嘛 肯定没有人照顾她 他们不给她穿鞋 为什么不给她穿鞋呢 浪费 他们就 他们这家人就这样子说 也就是说对她特别不好 我摆了 我亲 他们三个人跟我带一起 他们都不拿她穿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 那一家人对她这样的 特别不好 大概就是两三年前 两三年前 这些摆挡